有好消息吗 余大人 这是胡安芝的供词 他全部都招了 你抵抗是没用的 余成龙 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 任何一句你想知道的话 你会说的 你什么都会说的 余成龙 你太小看我了吧 你太小看我了吧 玩江湖 你太嫩了 余大人 我得在你的大堂上用刑了 雷泽亭 在 男人 在 余大人 要不 要不 神神在用刑 余大人 熙德昌与我余成龙 早有交情 我来罗城上任的时候 他早早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了解他 不用刑啊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赢 雷泽亭 准备用刑 准备用刑 是 余大人 我来了 吴大人 柳建阳来了 就肯定是好事 吴大人 有好消息吗 吴大人 这是胡安芝的供词 他全部都招了 吴大人 你也看看 吴大人 你发话吧 你的地盘 你来 来人 在 把刘情河给我拿下 是 过来 跪下 雷色亭 在 速速前往柳城蓝大兴家 把蓝大兴给我押到这儿了 是 到我来 是 吴大人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我雷厉风行不行啊 早让他们跑光了 此刻那蓝大兴会不会已经跑了 他跑不了 徐大人 我的人早就把蓝大兴的家给监视起来了 他往哪儿跑 想不到余大人竟有如此霹雳手段 我不霹雳他们 他们就会霹雳我呀 佩服 佩服 我不会亏待你的 谢老爷 我走了 谢的强承要被余长龙抓住 就会把什么都说出来 杀害罗城之县 我送他五万两银子 贿赂七九万的事 不等余长龙用刑 他就全都给说出来 谢的强要是把这些都说出来 那你怎么办 夫人 眼下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七九万 只有七九万能救我们家呀 夫人 如果逃不出去被余长龙抓住 我就必死无疑了 老爷 老爷 你听我说 如果我落到余长龙的手里 你千万不要试图去救我 就是救不出来的 但有一个办法 可保全我 兰家的产业和后人 什么办法 利用屈九万 谢的昌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 只要我不承认 给他五万两银子贿赂屈九万 怕余长龙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相信 屈九万也绝不会承认 谢的昌拿五万两银子贿赂他的事情 老爷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不承认还有什么用啊 妇人之见 只要屈九万不出事了 我成为是那三千亩番田 余长龙他就要不回去 那些土地 永远是我兰大兴的产业 老爷 再多的土地我都不要 我就要你没事 你听我说 只要能保住我兰家产业 保住我们家的厚恶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快 跟上 快 快跟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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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不好了老爷 怎么了 余长龙 余长龙把咱的宅子全都围起来了 你说什么 余长龙把咱的宅子围起来了 谁都走不了了 老爷 老爷 老爷怎么办 怎么办呢 完了 咱们谁都走不了了 是 跪 余大人 曲大人 我把蓝大兴带来了 我把蓝大兴带来了 非常好 给蓝大兴上新剧 来人 在 好 孙婷 在 先给谢德昌用心 是 是 用心 是 我找 我找 我什么都找 谢德昌 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好 余大人 上一任的 鲁城王之险 就是蓝大兴故我杀他 杀他不是我的本意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好 继续交代 余大人 我刚躲到柳城县的时候 我给 我给曲大人送过五万两银子 余大人 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骗你 银子 银子是蓝大兴给我的 是他 是他让我买通取九万 他说 在柳城只要买通取九万 我就 我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别 蓝大兴 可否有此事 你给本县如是招来 嗯 余大尚 你交代完了 交代完了 余大人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余大尚 你说本县收取了你五万两银子 谁能证明 证明 物证何在 余大尚 余大尚 你说曲大人收了你五万两银子 当时还有何人在场 这 这 没有 谢大尚 你说曲大人收了你五万两银子 当时还有何人在场 要入手 只是 有哪儿 文字 噓下 呢主 Крinex的大胆抖抗他 杀人越祸 已是死罪 居然还敢污蔑朝廷命官 你是何居心 于大人 这贼寇不知受了何人指使 污蔑本官 收取了他五万两银子 可此事既无人证 也无物证 实在是荒谬之极 本官恳请于大人 即刻带着你的人 把我的县衙里里外外 连同后衙一遍 仔细地搜查一遍 如果找到那所谓的 五万两银子 本官愿意听候朝廷发落 如果找不到 还请于大人 还本官一个清白 好 来 再听 在 将这四名重犯 被我押回罗城 打入死亡 是 居大人 拿本宪就得罪了 于大人请 走 周先生 柳先生 这次于大人能把谢德昌一伙抓捕归案 那可真是把我心中积压这么多年的一股恶气 给吐出来了 于大人不是说了吗 要一举成功 我和周先生啊 我们这两个刀逼小吏 审欢之审的 那也很成功 那叫一举成功 是一个刀逼小吏 好了 大人 你们 都不要再说话了 让我自个儿再捋一捋 这个案子的确 复杂 里边的关系绕得很 罗城为室一家 因为躲避战乱 离开了罗城 前朝 晋江王赠予他们的三千亩樊田 就撂了慌 柳城乡神蓝大兴 盯上了这三千亩樊田 就设法勾结 柳城县城 刘清禾和罗城县城 胡安芝 想设法霸占 但是此举遭到了 来罗城上任不久的王之县的断然拒绝 据胡安芝交代说 王之县认为 这三千亩樊田 早已是属于 为室一家的私产 不应该再化为前朝的翻产 所以 蓝大兴想霸占土地一世 就走入死糊涂 失去了希望 但是事在人为 就在这个时候 胡安芝想到了 在罗城九万大山里 占山为王的谢德昌 于是他把谢德昌 介绍给了蓝大兴 蓝大兴接交谢德昌之后 花钱雇佣谢德昌 残忍地杀害了 刚刚到罗城上任不到两个月的王之县 蓝大兴就顺利地 将这三千亩樊田 据为己有 胡安芝和刘清禾 利用各自临时支撞雅鼠的权力 以县雅的名义 为蓝大兴出具了 购买土地的首期截票 但是在县芽的账簿上 却没有入账的机会 于是这六千两购买土地的银子 就堂而皇之地 进了胡安芝和刘清和个人的腰包里 谢德昌被我们围剿之后 就逃到了柳城 躲在了蓝大兴的家里 蓝大兴为了自己的利益